南投草屯镇土地公帽再度遭到小偷光顾了 这一名身穿黑衣黑裤的男子 到里头偷东西用铁线剪剪断了门锁 还有香油钱铁柜的锁 把土地公一个月的香油钱 五六千块统统拿走了 行为相当的熟练 被监视器清楚的拍下来 而这是土地公庙两年以内 第三次被偷走东西 你铁上 真的 真的 真的手爱我 画面中一名男子身穿黑衣黑裤 拿着铁线剪三两下就把锁都剪断 快速捲款走人 总共花不到十分钟 16号晚上11点多 南投草屯保安宫旁的土地公庙 男子行机大胆不怕监视器 在庙门外勘察地形后 把门和香油钱箱的三个锁全数破坏 再拿出自备的红色带子装钱 最后关上门扬长而去 现在就是说在拿钱 把我们家伙拿钱 很可恶 到我们希望 我们这里的日安就更好 百年庙与保安宫平日香火鼎盛 但一旁的土地公庙却常出现小偷光顾 而这次已经是两年内的第三次 我还要把这个人拿到家 这样啊 我们把它刷进去 好好好 无论怎么防 都防不过小偷的各种招式 让庙方人员直呼好无奈 目前警方已锁定对象全力追捕 而庙方人员也祈求民众的前程 不要再被当成刑切的目标 记者曾如成 南投采访报道